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六册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四章 秦国高层的拳斗 王基的车队离开魏国 进入秦国境内不久 便远远地看到一对车技 经其毕日 声势十分浩大 从西而来 范居问王基 这是谁的队伍 王基看了一眼便说 这是相国阳侯东巡来了 除了他 还有谁这等排场 范居说 那我还是躲一下 我听说阳侯专权弄国 特别讨厌诸侯宾客 让他看到我 少不了受他一番羞辱 过了一会儿 魏冉的队伍与王基的车队相遇了 魏冉立于车中 魏劳了王基两句 问道 山东可有变故 山东就是小山以东 泛指秦国之外的诸侯国 王基说 没有 魏冉点点头 又说 你没有带回游说之士回秦国吧 那些人皮厚嘴尖 腹中空 只能添乱 还是不要带回来的好 王基说 不敢 魏冉走后 王基 抹了一把汗 请范居出来 说 先生真是 料事如神 范居说 且慢夸赞 我从车中观察 然后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不是那么容易受骗 他刚刚走得匆忙 等一下想起来了 必定派人回过头来搜查 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郑安平下了车 道 你们先走 等躲过了搜查 在前方的驿站 等我们 王基将信将疑 把范居丢在路旁的树林里 继续前行 才走了十余里 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几名相府卫士 骑着快马追了上来 说 奉嚷侯之命 搜查奸细 当然什么都没搜到 王基气定神闲 看着他们搜查完毕 心里对范居充满了敬佩 同时 也为自己能够 给秦国带回这样一个奇人 感到高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王基进入咸阳 向秦昭王推荐了饭居之后 秦昭王的反应 十分冷淡 长路 他皱了皱眉头 寡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样一个人呢 不过既来之 则安之 你就先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住下 任用之事 以后再说吧 秦昭王说着 挥手让王基退下 这也难怪 范居之名 秦昭王多少听人说起过 张路是何须人也 他根本没听过 又怎么可能有兴趣 于是范居就在咸阳先住了下来 公元前270年 胡杨在烟雨战败 与此同时 魏冉却在积极调动兵马 进攻齐国 经营陶地 范居写了一封信 让王基带给秦昭王 信上说 下臣听闻 圣贤之君临朝听政 有功劳者一定收到赏赐 有能力者一定会封官加决 处理多的 俸禄就优厚 功劳大的 爵位就尊宠 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做官 而有能力的人 也不能让他埋没 大王如果觉得下臣的话中听 那么照此实行 秦国将更加强大 如果认为下臣的话不中听 那我留在秦国也没什么意义 俗话说得好 昏君赏其所爱 罚其所恨 明君赏其有功 罚其有罪 下臣我枯瘦如柴 挺起胸膛挡不住棍棒 硬起腰杆抵不住刀斧 怎么敢拿一些没用的话 来冒犯大王的虎威呢 以下臣之见 秦国现在岌岌可悲 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 大王的统治也将受到威胁 太深入的话 下臣不敢写在信中 也没有办法用书信说明白 恳请大王在游乐之余 抽出一点时间接见下臣 如果下臣说的话 不能够让大王满意 宁愿扶死 秦昭王读到 秦国现在岌岌可危 心里猛然一跳 对王满说 这位张禄先生 现在可是住在你府上 王满说 是 但是已经在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秦国 另寻出路 秦昭王连声说对不起 请王满赶紧坐公众的专车回去 将张禄接进宫来 秦昭王在离宫接见范居 范居到了之后 装作不认得内宫 故意闯了进去 秦昭王只好从内宫走出来 宦官们看到了 赶紧对范居说 大王来了 快回避 快回避 范居大打烈烈的说 秦国哪里有大王 我只听说过有太后 然后罢了 宦官们吓得上前去堵他的嘴 秦昭王听到 知道他在借题发挥 迎上去拉着他的手 先道了一个歉 寡人早就应该 亲自来聆听先生的教诲了 不巧正好赶上 义渠的事情紧急 寡人必须早晚亲自 向太后请命 现在义渠的事情结束了 寡人赶紧请您进宫来指教 李树如有不周到之处 还请先生原谅 范居连忙说 下沉不敢 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不觉都惊呆了 不知道这位张先生 究竟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够让秦昭王 如此低三下四 有必要说明一下 这一年是秦昭王三十七年 宣太后已经六十余岁高龄 仍然不改其风流本性 数年之前 义渠王来到咸阳朝近 宣太后见其身高八尺 威风凛凛 便将其召进后宫 成就了一段风流运势 义渠王尝到甜头 回去之后念念不忘 隔三差五往咸阳跑 宣太后来者不拒 取义奉承 几年下来竟然为其 生出了两个私生子 义渠王极为得意 却不知道这正是秦国 为消灭义渠而施的美人计 宣太后自愿担当了幼儿的角色 在义渠王出入秦宫的这些年间 秦国已经做好了 讨伐义渠的全部准备 秦昭王三十五年 义渠王连同两个私生子 在咸阳甘泉宫被杀 秦军随即向义渠发动进攻 经过两年时间 终于将义渠消灭 并入秦国领土 宣太后身体力行 自始至终参与了消灭义渠的计划 也就是秦昭王所说的义渠之事 秦昭王让左右全部退下 殿中再无他人 两个人拉了几句家常 秦昭王突然做了一个非常的动作 朝着范鞠跪下 说 岗位先生有什么要指教寡人的 范鞠只是恩恩了两声 没有回答 秦昭王等了一阵 又问道 岗位先生有什么要指教寡人的 范鞠还是恩恩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秦昭王第三次问道 先生难道真的不肯指教寡人吗 范鞠这才说 下沉岂敢 从前江太公遇到周文王的时候 只不过是一个在渭水边钓鱼的渔翁 与文王的交情并不深 但一番谈话后 便被立为太师 与文王同车而归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谈得深入 切中要害呀 所以文王最终能够借助江太公的力量 成就大业 称王于天下 假如文王只是把江太公看成泛泛之辈 不与他深入交谈 那就说明周氏无天子之德 文王和武王也就无法推翻商咒王的统治了 现在我是寄居秦国的外国人 跟大王没打过交道 大王问我有什么可以指教的 我很想像江太公一样畅所欲言 但又不知道大王的真实想法 所以总是欲说害羞 既然大王再三追问 那我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直说了吧 我想说的是 匡政君王的统治 议论大王骨肉至亲的事情 大王做好准备了吗 秦昭王就等着这一句了 急切地说道 请先生不必顾虑 事不分大小 上级太后 下级重臣 您都可以直言不讳 说这些的时候 秦昭王仍旧常跪不起 贩居得到这个保证 便说道 您上位太后的尊严 下获于奸臣的伎俩 久居深宫 不离近视 无法看透形势的严峻 轻则身败 重则国王 这是天下皆知的事 唯独您本人不知道罢了 秦国帝是险要 北有甘泉 谷口 南有精水 渭水 西有龙山 鼠山 东有寒谷五官 更有奋机之士百万 战车千胜 百姓 切于私斗 而勇于攻战 士兵们拼死杀敌 不畏牺牲 这些都是称王天下的有利条件 但是 由于然侯为国家谋而不忠 总是为自己打着小算盘 导致大王的决策屡屡失误 白白的浪费了很多绝好的机会 现在 然后越过韩魏两国而进攻齐国 让人感觉难以理解 齐国是大国 路途又遥远 出兵少则徒劳无功 出兵多则秦国的负担加重 过去秦敏王听从薛公田文的建议 向南进攻楚国 破军杀将 辟地千里 结果却是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 是齐国不想要这些地盘吗 当然不是 是行事不允许啊 诸侯见到齐国已经疲惫 而且君臣失和 于是举兵伐旗 燕将越义 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就攻占了齐国七十余城 齐国遭此劫难的根本原因 就是讨伐楚国而让韩魏占了便宜 也就是所谓的借兵给贼而送粮给盗 一下尘之间 秦国必须马上改变对外政策 不如远交进攻 得一寸土地便是大王的土地 得一池土地也是大王的土地 范居说到远交进攻 秦敞王猛然一惊 这些年来 秦国连年用兵 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这些成绩 总让他感到不是十分满意 觉得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烟雨之战的失败 更使得他对魏冉产生了极度的不满 也隐隐约约看出了 魏冉要独立门户的心思 但是如何应对魏冉的私心 如何确定秦国日后发展的方向 他感到一片迷茫 远交进攻四个字 仿佛扫荡了笼罩在他心头的迷雾 使他产生了一种波云渐日的感觉 范居接着说 过去中山国方圆五百里 赵国将其吞并 树立了威名也得到了实惠 从此国力强大 足以与秦国抗衡 现在韩魏地处中原 是天下的门户 大王想要称王称霸 楚赵是两颗关键的棋子 赵国强大就亲近楚国 楚国强大就亲近赵国 赵楚两国都对秦国服服帖帖了 其国自然会来亲父 那么韩魏两国就唾手可得了 秦昭王说 我打魏国的主意已经很久了 可是魏国很狡猾 时而亲近 时而背叛 善于利用诸侯来保护自己 我也拿他没办法 范居说 办法很多 可以用谦逊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 去拉拢他 也可以用小片的土地去贿赂他 还可以发动大军去攻打他 取舍与夺 主动权在秦国手里 但是您不能只关注魏国 还要时刻盯紧韩国 派兵南下进攻行仰 则拱合成高的道路就不通 再向北切断太行山道 上党的军队就无法救援 这样一来 韩国便被截成了三段 想不听秦国的话都难 两个人聊着聊着 不知不觉几个时辰已经过去 秦昭王留饭居在宫中吃晚饭 要拜他为客卿 饭居这才跪拜在秦昭王面前 说 下臣有一件事 一直瞒着大王 请大王恕罪 于是将他的经历 原原本本说出来 秦昭王听得目瞪口呆 数度落泪 最后说 先生的仇人就是寡人的仇人 请先生放心 寡人一定为您报这个仇 饭居谢过秦昭王 接受了克卿的任命 为了掩人耳目 特别是为了不引起 未染的警惕 饭居对外仍以张鹿为名 在饭居的建议下 秦国于公元前268年 派兵进攻卫国 攻占怀翼 后因照齐楚三国出兵干涉 才退兵 公元前266年 秦又乏位 攻下行秋 与此同时 秦昭王还派人前往韩国 在外交上接行威逼利诱 迫使韩国就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昭王对饭居越来越信任 有一天 君臣二人促膝长谈 饭居突然长叹了一声 秦昭王已经了解饭居的习惯 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说 于是秉退左右 洗耳恭听 臣住在山东的时候 只听说秦国有田文 没听说还有齐王 只听说秦国有太后 然后华阳君 高陵君 京阳君 没听说还有大王 秦昭王脸上 露出尴尬的神色 饭居不管这么多 继续发表自己的高论 什么是大王 能够掌握国家的大权 才是大王 能够与人利害 才是大王 能够生杀与夺才是大王 现在太后自把自为 不顾一切 然后出使诸侯 可以不向您汇报 华阳君 京阳君 乱断行御 毫不忌讳 高陵君 办任何事情 都不向您请示 秦国有这四贵存在 他说的是 后四位不包括太后 您就称不上真正的大王 说到这里 饭居给秦昭王 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 恒斯地方 有个土地庙 庙里 供奉着土地公公 当地有位少年 要求与土地公公 玩骰子 说 我要是赢了 你就把庙 借给我用三天 我要是输了 全凭你处置 于是 少年 左手代表土地公公 右手代表自己 制骰子 结果右手赢了 土地公公 只好将庙 借给少年 三天之后 土地公公 托梦给少年 要求他 归还土地庙 少年没有理他 五天之后 土地公公 就憔悴了 七天之后 土地公公 因为没有香火 供奉 饿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 秦昭王的脸色 变得很难看 感情 我就是那法力弱小 只能托梦的土地公公啊 饭局又说 假如有一只装满水的瓢 让一百个人共同端着跑 您觉得会比一个人端着安稳吗 秦昭王笑了 哪有那么傻的事 一百个人端一只瓢 饭局说 没错 是很傻 如果让一百个人端一只瓢 结果必然是把瓢弄得破碎不堪 现在 秦国有太后掌权 有仰侯掌权 有华阳军 京阳军掌权 大王也掌权 这和一百个人端一只瓢 有什么区别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 对内要巩固他的威信 对外要确立他的权威 仰侯的使者 拿着秦国的劫服 参与诸侯之间的纵横百合 与天下各国结盟 或者发动战争 没有人敢不听 打了胜仗 他将战利品往陶地搬 国家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打了败仗 老百姓怨声载道 灾祸却要由国家负担 古话说得好 树上的果实多了 就会压断树枝 臣子太尊贵了 就会看不起君主 崔柱置于齐庄公 闹齿至于齐敏王 礼队至于赵主妇 都是前车之箭 现在秦国太后 仰侯掌权 高陵军 华阳军 京阳军辅助他们 朝廷之上 但凡众臣 都是相国的人 内侍之中 也有他的耳目 我私下为大王担心 这样下去 您的子孙 还能不能享有秦国 这次谈话后 秦昭王便采取果断措施 宣布废除 宣太后的太后称号 免去魏冉的相国之位 命令四贵都离开关内 到自己的封地去过日子 魏冉离开咸阳 前往陶地的时候 搬家用了一千多辆牛车 到了寒谷关 首官将士检查他的家当 发现他的珍宝玉器 比王室还多 没过多久 宣太后便郁郁而终 据说 宣太后一直与侍从 魏丑夫有私情 临死的时候 她发布了一道命令 如果我死了 一定要丑夫殉葬 魏丑夫下得魂飞魄散 大夫雍瑞 为魏丑夫游说宣太后 先是问了一个问题 您认为人死后有知觉吗 宣太后说 没有 雍瑞便顺着这个话题展开 明明知道人死了就没知觉了 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喜爱的人陪葬呢 反过来说 如果人死而有之 以太后您的所作所为 先王不知道有多生气呢 您还敢把魏丑夫也带下去 这样宣太后才打消了 要魏丑夫殉葬的念头 数年之后 魏冉也死在了陶地 秦昭王下令 没收魏冉的土地和资产 终于将陶地 变成了自己的领土 班导宣太后和魏冉 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这个时候开始 秦昭王才算是彻底获得了行动自由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秦王 因为这件事 秦昭王十分感激范居 不但让他当了相国 还封他为应侯 关于魏冉的功过是非 史上众说纷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司马迁的评价 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扩张领地 削弱东方诸侯 甚至于一度称为西地 让各国屈服 这都是仰侯的功劳 可是当他富贵到了极点的时候 范居一介匹夫动动嘴皮子 就让他失去权势 忧郁而终 怎能不令人唏嘘 秦国高层的权斗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